为什么要启动这个心动 飞轮这个计划 心动飞轮呢 我们希望它像一个飞轮一样转起来 像一个一个飞轮一样转起来 这个齿轮呢 后面这个轮子会越来越大 后面这个轮子越来越大 整个呢 这个团队呢 就产生了一个叫底部点火 团队的底部点火 底部的火烧起来 所以说呢舍行了这个心动 心动的飞轮 那为什么这个心动飞轮 能够要设置这个心动飞轮呢 因为我们呢 这个项目呢 就分成了几个阶段 我们叫三个三加210 三加210呢 我们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我们从时间上 也是有一个三 一个呢叫三周 一个呢叫三个月 一个呢叫三个年 三年 每一个伙伴 运用这个时间点来运作你的项目 那么呢 你刚刚进来的时候 三周时间 是你冲刺的时间 三天 三周的时间呢 是你量件突围 冲刺的这个21天 所以前三周 那么三个月呢 是你组建 团队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候 你是组建出 你初级规模的团队了 三年的时间呢 你再继续管理你的团队 并且呢 扩张你的团队 就是工程列迹 就是说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去推动 然后呢完成你这个组建 然后团队的扩张 所以呢 我们如何来启动 我们这个刚刚上来的 突围的 突围充斥的 这个三个礼拜 就是前面的三周 对一个项目 一个伙伴 要进来在凯利里面 获得成功 是非常关键的 你看这三周 三月 三年 三加210这个数字里面 你们去解读这个三 你这样就很好理解 就告诉自己 每一个伙伴进来 你的前三周 就是你的21天 是如此的重要 21天里面 又分成了 2123 三个周 第一个周进来 开始加盟了 就要努力你的名单 然后名单周 必须已经启动 借用你的上线领导人的力量 帮你一起来谈单 几乎把这个核心力量 就在前两周 就有人录单了 那么第三周就巩固一下 巩固一下 那这个基本上前面 这个21天时间 配合我们这个 新统计划的这个爆发力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驱动力 你可以获得除了 比如说六个大单 乘以500美金 有3000美金 加上四个小单 50美金 等于200美金 你就可以获得了 3200美金的 这个公司的奖金 这是基础的 第二个部分呢 你除了这个之外 你有2000美金的健康基金 你有2000美金的产品券 你有139乘以12个月 加起来就是1668的 这个重销 一年的活跃 那加起来 你又有5668美金 那你这两个墙加 你这个价值就很大 你这个价值就达到了 8868 8868 用你的人生当中的 三个礼拜的时间 去完成这件事情 而且对于每个伙伴 不管以前 已经加盟了 没有这个机会 那么现在启动 非能 新动非能计划 一起来加入到 这个团队里面来 所以说我刚刚讲的 前面讲 讲了告诉你 这个非能计划 是什么一个计划 现在讲 为什么要 启动这个计划 就是 这一个计划 是一个借甲修正的计划 是一个底部点火的计划 是一个配合冲刺钻石的 一个计划 借甲修正 冲刺我们的钻石 达成我们的钻石 让一大批人 在9月30日之前 达成钻石 底部点火 达成钻石 那么他们已经完成了 大量的旅游积分 跟上一个活动 就有层上起下 起层转合 连接起来了 所以呢 9月30号 冲刺钻石的能动性 底部的能量 就更大了 那么每一个伙伴 可以叫 借助心懂非能 借甲修正 真正是达成你的钻石 冲的是心懂非能 底部点火 那么大家想一想 21天时间里边 有些人早 有些人慢 达成了这个心懂 那么你有十位伙伴 那么你下面的伙伴 要是厉害一点 也有六位八位 达成了这个 这个非能 因为他们都有21天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是三星懂事了 你原来是一星懂事 或者是十个人都完成的话 你是四星懂事了 那么这一批能 要是在人族转 完成差一点 一半的话 你就是一星转 好一点的话 你就是二星转 大家看一看 自己也可以仔细回去上一上 这是多么的厉害 这叫借甲修正 借甲修正 就是借的是心懂非能 我是打个比例 叫借甲修正 运用的是心懂非能的 一个计划 推动 其实让很多人 在这个期间 达成了他的转生梦想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 为什么要启动 这个心懂非能 那么配合前面 9月30号 这一个计划 加上12月的 拉斯维加斯的开业 你看 我们从最初的一个 星虎计划 到腾飞计划 到七路到我们现在 目前一个心懂非能奖 心懂非能计划 这是一个一个 它是有一定的连贯性的 这是有一定的节奏感的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借用这个 了解到 为什么我们要推动 这个心懂非能 心懂非能 里面有很多的benefit 有很多的好处 那么在这个鼓励之下 重赏之家必用永福 所以呢 大家呢 团队伍伴呢 也可以借用这个力度 去招商 让他们知道 加入凯莉 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不管是青鸡片 有这么多的产品赠送 还是我们这个活动 今天你进入进来 你都有你的前三周 就是21天 是充斥 亮剑 突围 你不管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以前有多厉害 或者说我是一个小白 你都有机会 赶紧充斥你的21天 就是你的前三周 然后再去往后的话 去做你的前三个月 然后往后的话 去更衣你的前三年 我们做的是管道收益 永续 想建一个管道的收益 那我们希望呢 努力两三年 就是努力正值幸福一辈子 那我们前面的三周 前面的三个月 前三年 是不是要努力一些 当然 如果说有些项目 让你坚持努力 坚持努力 你借不到力 你借不到平台的力 你借不到团队的力 你借不到这个趋势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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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借不到这个力都借不到 你再努力都没有 所以呢我们进入了 大健康抗帅的这个赛道 平台 作为我们公司来说 我们已经推出了 一步一步一步 你只要借力 我们公司推出来的这个活动啊 一系列的计划 这个节奏 你自然而然 就是已经达成了 有很多人呢 可能还会说 公司 公司要是这样就好了 公司要是那样就好了 所以呢我建议呢 这样的伙伴呢 抛开这些想法 就是临在当下 临在当下很重要 当下公司里 推出了一个什么计划 这个就是 设计的号了 怎么来做了 公司已经推出 这个新董会人计划 你从今天开始 今天听了不过老师 这个课开始 你就赶紧 你已经是加入的会员 没有激活账号的 赶紧去激活你的账号 还没有开始 整合新的名单的 赶紧去立名单 你有21天时间 达成这件事情 带领伙伴 做个榜样 做个表帅 那么你的表帅 作用拉起来之后 新加盟的伙伴 这里面有两种作用 第一 新加盟的伙伴 激励他们 按照21天 非人计划 心动非人 去实现 自己脑袋里 怎么来安排这个时间 每一个人 就是只考虑 刚刚启动的时候 只考虑前一周 第一周 就去达成他 我要考虑后面两周 第一周 如果达不成的 告诉自己 我还有两周 我只有这一周 我进入了第二周 永远不要考虑最后一周 你永远考虑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一周来的时候 就是我要想 你怎么来做 就是最快的 最厉害的 你脑子里想的 你在第一周 刚刚启动的时候 你就想 我只有一个礼拜 我如何去完成这个目标 如果说你这个目标 还差一点点 你告诉你 我只有 还有一个周了 我那一个周 已经浪费掉了 那么真正到你往后 还有最后一周的时候 你还有一点余地 在最后一周充斥一下 所以每个人 不要满打满算 我是21天 是给了你21天 但是我怎么来 怎么来做的时候 你一定告诉自己 我就这一周里面 我要实现这个 然后到了第一周 如果万一没有实现 还有推荐了三五个 那么没有实现的话 第二周 我一定要完成它 那么可能你完成 七八个 甚至有些人提前完成了 那么到第三周的时候 恭喜你很轻松了 你已经超过十个了 或者说你还没有达成的时候 那你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换空间 你就可以继续努力 所以大家这个时间上安排 一定是聪明的人 一定是告诉 不要告诉自己 满打满算的 世界上满打满算的事情 那是要不得的 要保佑余地 保佑余地的话 就是说上来的时候 就告诉自己 这一周 我该怎么做 我的计划是什么 我能不能达成这个计划 新虎伯进来 立名单 然后你的推荐人 如果你的下属虎伯 我们叫住 住一代 住一代 当二代 管三代 所以大家 又要记住这个山 一二三 我们每一处地方都很简单 一生二生三 三生万五 大到字简 所以这个山衍生出来 有很多 你看 住的时候 你住一代 那么 对一个新人来说 他刚刚进来 他也没有办法 想清我们这个项目 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帮他了 对不对 你就要帮他 那么他有名单 名单这个资源 展望出来 那么你帮他谈单 所以说这个招商 这个就开始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掌控 这个一二三 这是时间上 时间上也要有个恰当的安排 对时间的看法不一样 能不能做时间的朋友 或者说运用这个时间点 时间就是一个窗口 因为每一次的活动 就是一个窗口区 有些伙伴很会借力 他很会借这个窗口 就是你这个窗口区 窗口的话像那个窗户那么大 对不对 那是他有大小的窗口区 在这个窗口区里面 时间过掉了就没有了 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机会机会 对不对 稍纵即逝的 所以呢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还是给努力的人 那你既然你已经准备好了 加入了凯莉了 你今天加盟凯莉 就是说明你接受了凯莉这份试验 或者说你想体验凯莉的产品 那么赶紧利用好这一个一个 有益的窗口区 借用平台的力量来打造自己团队 是最佳的 而且我们这个平台 因为布谷老师也有20年的营销经验 所以呢 对商业闭环营销策略 我们有很多的办法 有很多的方法 然后按照节奏的去打造我们的团队 所以你看看有些人是盲目做 有些项目 有些公司是没法做 他不知道怎么来做 他打出来没有节奏 所以呢我们非常恭喜 我们六月份呢 我们到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已经完成了去年 就是半年的时间 完成了去年一年要达成的业绩 所以说呢我们是非常有 还有半年的时间 就是去完成更大的这个业绩 表现这个市场的扩张 那随着凯莉有很多 更多的优秀领导人 看懂这个凯莉这个机会 以凯莉记下了这个缘分 所以呢也是看到了很多 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策略 很多的推动公司 推动团队 推动这个整个体系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希望伙伴们 每一个伙伴 你呢你听懂这个凯莉这里面的 这个心动飞能 这个飞能呢 让你的飞能呢 赚起来 飞能一旦赚起来 你下面推荐件一个伙伴站起来 他下面的伙伴也站起来 这一个飞能计划 借甲修真 就让你直达钻石 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 你在这个项目里面 你就是其中的一个飞能 那你又是成为别人的飞能 你下面的伙伴又成为你的飞能 所以这个飞能一旦站起来 最小的一个齿能 最小的一个齿能 可以带动无穷大的一个 一个齿能 可以带动一个七千转的计划 所以每一个 每一个小小的齿能 只要运转起来 那么这个力量是 这个力量是坚不可摧的 所以大家希望伙伴们借用这个时间点 借用这个时间掌握 在凯利这个项目里面 获得成功 有一个三周 21天 三个月 这个黄金组建团队的时间 三年管理扩张 以后再努力一阵子 幸福一辈子了 那以后呢 就是雇上心灵自由 财富自由 这个时间自由的生活了 所以大家希望 每一个伙伴 争取 看懂 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从今天开始 就要立名单 已经加盟凯利的伙伴 今天刚刚要注册的 也赶紧抓住这个 最 这个宝贵的时间 如果说你还没有办法 讲清楚凯利 那么你借用你的推荐人 或者你的推荐人 也是能力一般的 小白 没关系 你找到你的推荐线 网上找 找到你的上面的这个 这个领导人 来帮忙 帮忙 让你的飞人赚起来 那么整个时间呢 就是新加盟的 有21天 刚刚注册的有21天 9月30号的 也有21天 每个人就这么 绑会的21天 让你的飞人赚起来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